主席 主席 局長在書面的主題答案中 第一個部分說到 評議會網站提供的資料 在07年處理了47宗關於報章的投訴 08年1月至10月間處理21宗投訴 那關你什麼事? 報業評議會是一個報界自己內部的組織 沒有牙老虎 幾張暢銷報紙都沒有參加評議會 別人問你的問題 劉光華問得好 三條 其實廣傳媒操手混合一堆 條條都重要 可以拆開幾條來問 分開吃 一次過吃光 報業評議會關你什麼事? 這個答案很離譜 關你什麼事? 第一,你回答我 第二,關於知識產權的問題 我真是受害者 我出的DVD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我想提醒你 黃毓民議員 我想提醒你 提出補充質詢 提出一個問題 請你清楚提出 你想局長回答你的問題是什麼 知識產權 報紙侵權的問題 報紙侵害你 另一張報紙版權 你便說 我現在有個答案 我有海關 有什麼事 去民事 但事實上 現在的侵權情況很嚴重 事若無睹 事實上現行法例 解決不了 我即是崇尚新聞自由 對政府的任何媒體管制 基本上我們都是反對 最好是傳媒自律 但知識產權不同 知識產權是有利益 你侵害了我們這些創作人 我又是作家 又是節目主持人 我又出DVD 你侵害我版權 但這件事 政府什麼都沒有做過 那麼局長可不可以回答我 你具體一點告訴我 對於這些所謂媒體之間的侵權行為 你有什麼辦法 局長 我想回應一下 黃議員 問我為什麼要將報業評議會的數字提高 其實我這個主要都是因為 問題的第一部分 那個是問得他很闊的範圍 說是相關行業機構 那我是提供那個資料性的 這個在網上都是有的資料 至於黃議員提及 我們怎樣可以去保護到 我們的知識產權擁有人的權利呢 我想提出兩點 第一點我剛才給的數字 是有關傳媒機構的數字 但是除了是傳媒機構的一些個案 在2007年和2008年兩年裏面 海關分別處理了侵權的個案 是有880宗和770宗 是成功檢控的個案來的 扣押的貨品是超過1億1000萬 和7800萬元 這個可以作為一個佐證 我們的海關去執法 去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 是不為餘力的 梁美芬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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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